65岁以上的老人医疗费用减免或者全免您支持吗? 大家都知道人过了60岁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也是各种疾病的高发期 而老年人赚钱却越来越困难 所以咱们的很多老年朋友都在呼吁 能不能减免或者全免65岁以上的老人的医疗费用 让老人们能够看得起病 不会因病治贫或者因病反贫 曾经也有人大代表就建议了 65岁以上的老人医疗费用减免或者全免 那屏幕前的您支持吗? 如果您支持的话先帮我点个赞 咱们看看究竟有多少个人支持这样的建议 接着往下看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这个建议一出来一度登上了新闻的热搜榜 在网络上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其中有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 同意的人认为老年人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 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老了 为了避免因病治贫和因病反贫的情况出现 应该给他们减免医疗费用 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 那反对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 他们认为现在咱们国家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你看截至到19年年底60岁以上的人口 就已经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8.1% 所以老年人的数量真的是相当庞大 一旦减免了费用 那就有可能出现医院人满为患 很多老人一点头疼脑热 吃点药就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这个时候他也要去医院住上几天 因为不花钱嘛 这样就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反而会耽误了很多真正需要看病的人 对此呢 医保局也做出了相关的回答 现在咱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对老年人有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给所有的老年人免交医疗费用是不太现实的 咱们呀 其实也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 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我们应该分开来 咱们都知道老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老金 而咱们国家的养老金差距是很明显的 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现在城里的退休职工一个月平均有几千块钱的养老金 有的甚至高达七八千上万的也有 再加上这部分老人在职的时候 都有交这个医疗保险 退休以后不用缴费 也能够享受到医疗报销 所以他们的看病问题并不是现在目前最难的 可以适当的减免或者是优惠 那农村的老人就不同了 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每个月只有100多块钱 不到200块钱 连生活都有点困难 如果再遇到什么病 那真的是捉襟见肘了 但是每年农村老人还要缴纳新农河 才能够享受到医保报销 单单是新农河的保费都够他们喝一壶的 如果能够给这部分老人减免医疗费用的话 那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虽然目前医疗费用全免困难重重 不过老人医疗费用全免或者是减免 应该是咱们所有人努力的大目标或者是方向 那有困难我们可以分步骤来实施 比如说先从75岁以上的老人住院开始免费 或者从65岁以上的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大报销的范围和额度 直到75岁实行全额报销 75岁以后的老人医疗费用全免或者是免去90%也行 这样一来老人们的看病问题就可以逐步的得到解决了 老年生活也能够更加的有保障 我想这将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